九九重阳节为了发扬敬老精神 华联市长魏佳燕在日前 专程前往明德里拜访百岁人瑞 除了展开关怀 也表示公所将持续完善各项福利 陪伴市民朋友将老大人的好福气绵延下去 九九重阳节前夕市长魏佳燕 专程在明德里长周玉宝的陪同下 前往拜访104岁的红玉玫奶奶 除了传递关怀 也亲自向她祝贺 从阳家节愉快 我想奶奶她有11个儿子 那更有非常多的孙子 那奶奶也有说到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家族的一个照片 那可能近100多位 那孙子甚至甘阿孙 那都非常的多 那家宴也包一个红包给奶奶 也希望说奶奶能够身体健康 那能够天天开心 那健康就是带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福气 红奶奶换上漂亮服饰 戴起耳环 相当注重仪容 平时她最喜欢看电视 嘴巴点档 或是使用平板看卡通 喜好相当年轻化 根据护证资料 华联市共有33名百岁人瑞 是全县13乡镇市之首 显示华联市是个友善宜居的城市 而公所也将持续完善 各项福利 陪伴市民朋友 将老大人的好福气 绵延下去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